大家好 我是阿軒 今天我們繼續在荃灣掃街 下雨怎麼辦 下雨我們也有一個掃街的地方 是荃有蓋遮頭的 就是荃封中心 我叫它一條街 這裡也挺經典的 其實我小時候真的有空 我真的走完整個荃灣 荃封中心這裡一路拉下去 有很多小店 一會跟大家一起回憶一下 它很近地鐵站 綠陽康這裡一出 就已經穿穿穿穿穿 是穿有雅遮頭的過來這裡 然後一條直路走下去 找我們的好東西吃 是有一年快樂番薯 這個位置以前是一間店叫大家姐 是很出名的 它收拾的時候 是有人出帖懷念它 就是買一些小食 小食 但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吃過 因為它裡面還有很多其他好的食物 所以我是沒有吃過的 它現在開了這間 是我第一間想試的 它推陳出身 轉了一個賣快樂番薯 它吸引我的地方 不是它的鹽油 它吸引我的地方 是它有番薯 好像焗樹一樣吃的吃法 這個番薯是怎樣賣的 西中大沙子 有些人還加薯公 好喔 好正喔 它這裡的番薯是賣這個 薯 就是護園的朋友 然後還有飲品 然後想要買個 番薯肉腸 它來了 它現在是冰火加 它底部摸下去是熱的 但是它上面這裡是很冷的 然後它旁邊的是番薯肉腸 猜到是什麼味道呢 它噴出來的摩托 有番薯嗎 有啊 有點黃 有點黃 以肉腸來說它不錯的 但它的皮很厚 它好像番薯皮 它是無糖的 番薯皮的質感 它這裡挺好吃的 肉腸 不過呢 完全不用期望有任何番薯的東西 其實番薯本身都好吃 它有多少錢呢 很小的吧 現在呢 你把它在那些烏番薯的店裡 它一個這樣的紅薯都差不多二十多元 真是法 加薯糕吧 嘗嘗加薯糕 是的 它加薯糕是好吃很多的 而且它加薯糕是整件事合理好 但它不混合冰淇淋 跟其他東西是完全不合 但它加了冰淇淋才配合 你請薯河 它是甜的 謝謝 它甜的嗎 我吃了它甜 它有點像台灣腸 但它不是臘腸的質感 但它的肉就更綿 不知道關不關番薯事 然後因為真的很口渴 它叫了它一個基本的果茶 就是八香果 然後也是加薯糕 然後加薯糕 很酸 很醒 好 很多學生 我們走了 因為我昨天自己把DJI自投羅網 掉進湯裡 所以DJI補肺 今天拍攝要自己拿回 真是大步的相機 Raja 練手臂的力 慎防有些不是全灣的居民 他們都不知道 傳統中心市做甚麼 原本剛剛那個快樂番薯隔離 連著這個位置 它都是大家姐的地盤 就是賣小食 如果趕時間搭地鐵 還有在對面巴士站乘車 都會有很多人進來這裡買 現在就在這裡 有沒有這麼近 在我的印象中 這條街上大部分 全部都是小店 全灣的葵廣 但它不是鋪天蓋地 都是食物的 大部分都是餐廳形式 而下面 最經典最經典的 全灣居民才可以搭 以前是澳門茶餐廳 有沒有人回覆我 買電話 或者零件 通常小時候 要買甚麼線 就會在傳風這邊的下面那一層 上面那一層 通常是買日韓時裝 而且所有小朋友 走進去都好像迷宮 對 就是這個迷宮 本身傳風這裡一直拉下去 一定十個有九韋都跟我說 一定是吃餃子屋 但它在餃子屋裡 實在太紅了 紅到我再吃都沒有意思 我們經過告訴大家 值得試就可以了 這裡以前還有一間 很有名的 叫傳風撈麵 不記得這個還是後面的位置 總之有一個位置 總之它收拾了 有它的粉絲 是覺得它很好吃 這間叫靚餃 就是我上網看 另一間開了沒有久的 都是吃餃子 人們說它跟餃子屋差不多 我就吃過餃子屋了 試試這間比較一下 我想吃 芝士叔買咖哩薯仔麻辣旺菜 和木耳椰菜 那邊有香蕃芽 靜煎餃 咖哩薯仔和芫荽 然後要多個煎餃的餐 要芝士、粟米、麻辣旺菜 要多個湯餃 田園洋蔥、蟹黃 它一來到的時候 其實很不氣勢 這裡我點了兩個餐 這是第三個餐 一個餐只有這個 中學生真的夠飽嗎 好像是不夠飽 不過它有其他餐 其實是有麵的 我看到旁邊的麵都大碗 但是如果會這樣單吃 就應該不夠飽 它這裡的餃子 好像比餃子屋多一點 急不及待 芫荽餃 你看到芫荽餃 是綠油油的 森林的森綠色 我喜歡這種西多肉的感覺 好西喔 它出餐時間 我想大概10分鐘左右 應該都是即叫即煎 那個西一西我醒了 它是否有酸菜的感覺 我是蠻喜歡它的餃子 煎到很脆 皮很薄 但是它也鎖了肉汁在裡面 它那個薯仔很滑 它這個咖喱薯仔 也是香港茶仔咖喱粉 咖喱飯的味道 它的味道很脆 你看不到皮的 它是薄到 淡淡都是那個配料的味 這是黃菜麻辣黃菜 很辣 很辣 它是厚勁 它裡面是大白菜 然後它煎到很爛 很碎 但是它的辣是你吃的時候沒有辣味 但是之後湧上來的 它這個煎套是酸麻辣湯底 然後是芝士先 芝士先 芝士先 芝士、粟米餃 均和的芝士 我吃這四隻餃都吃到四個很強不同的 contrast 魚麵麵 它令肉多了牛奶味 一種紫毛奶在上面唱 很香的感覺 很喜歡它的紫菜 它的湯是沒有特別的 它是我吃過最清新的餃 它清新過木耳椰菜 好像在吃西式洋蔥湯 但我又在吃中式餃 它不可以說它不好吃 我又說不出 因為它的洋蔥很新鮮 它是後來滲出來的 那股甜的 但它給了照片 不要這樣滲 它只是想拍照 想滲上去的 圖片子宮參考 洋蔥是我不會 按摩 但它又是一個清新的菜 你試一口就明白了 很尷尬的感覺 對嗎 我不可以否認 它這個創意是出色的 雖然我希望蟹黃 是蟹黃的那種黃色 但它這個是蟹籽核燒賣的 其實整顆好像蟹籽圓 黃色煎口 一咬裡面有些流出來的那種 知道什麼嗎 洋蔥就是它混賣的感覺 這個蟹黃就是它混賣的感覺 它普遍煎餃的脆邊 應該是值得多吃一點的 然後這個是Youtuber福利 老闆娘送的 我想外出的時候應該已經出了 老闆娘看到我拍攝 他就給了三隻餃子 說接下來會出的 那我猜的影片 我拍了剪外出的時候 應該都已經出了 就是炸餃 炸餃 跟煎餃不同的程度 酥脆 好厲害 煎好吃還是炸好吃 因為它炸的香酥味很強 喜歡吃炸物來說 這個炸餃子是 餃子界都蠻出色 韭菜味其實應該蠻出色 我猜它煎韭菜會再出一點 它那個炸皮 那個香油炸香氣很厲害 還有油炸它的質感 它那個crunchy的質感都很棒 所以它裡面的肉偏軟 我覺得是nice的 很想試它的芝士 我練成了這個金剛不爛之咀 金剛不爛之咀 金剛不爛之咀 金不爛的嗎 有種芝士好像熔岩芝士一樣 很慢地錄到你的腿 這個大家要小心吃 其實炸韭菜餃都很棒 但它的炸炸得太厲害 炸的味道很長 但這個芝士我覺得是很棒 它跟煎餃就完全吃到不同的類型 它把芝士變成兩種不同的食物 這個就是它的洋蔥可不可以大翻身 我覺得可以 是嗎 它好像一隻公仔 so cute 好慘啊 你不要吃它了 它的洋蔥現在變成炸 茶餐廳中式小炒 炒洋蔥的感覺 洋蔥炒蛋那種香味 它就變回中式一點 我覺得大家來吃煎 吃炸都可以 然後我們就一直直去 它就是一條街直通了四個商場 就是有些民生的東西 然後另一間就是老友記 原本我也想推介給大家 就是這一間 它… 正是今天休啊 哈哈哈哈 它這間老友記就是 出名吃滷水東西 它有滷水的車仔麵 滷水飯 滷水湯 滷水糖心蛋 不過它每天都開 今天不開 然後我們已經穿了來 第二個商場就是華都商場 看到裡面是再多一些那些衣服 它的結業是真結業 還是不是真結業 Marketing 然後旁邊這間 欣榮咖啡店 新開過 它以前舊舖 咦 這間為什麼上來呢 它以前在下面 這間真是催民會食 然後Burger One 安格斯漢堡 然後澳洲和牛 即它整個包 58元 58元算便宜 捉三兩都 捉三兩多錢 捉三兩一個 Double安格斯 Sorry Double安格斯 Double安格斯都50幾60元 然後也是買些媽媽會買的東西 牛角梳 這是什麼 是拔罐杯 不要玩 牠的顏色有點夠 不是呀 那你出街也沒問題 你一邊拔一邊出街也不 一邊一邊出街 很可笑 這條路是很多人必經的通道 因為這裡可以殺到近大窩口站 那邊的絲樓 所以這條路是非常多人走 每一個商場都是超級狗式的小店 上面和下面兩層 然後我們穿了過來 這是什麼商場呢 這是全窗中心 Close 這間是韓國媽媽做的手捲 大件夾底食 它的餡是超足料的 上網找圖給大家 他今天都沒有開 最吸引是 它有三紅飯卷 都不是買很貴 其他飯卷都是賣50元 這個只是賣55元 它就是把那些飯轉成蛋絲 衛生食台純手工毛 添加 真的嗎 這個雞蛋是好吃的 吃不吃 我們走前面先 吃個正餐 很多人說的 雲川風 觀眾大部分的留言 我都有看的 雲川風也是其中一間 他們有提過的雲南米線 今天不吃雲南米線 不用做比較了 餃子屋都沒有開 全工中心 標記 星期一 不要來 不是啊 不關事 你看看這裡 它是星期二歐 它是星期二歐 但它今天不開 很久之前我也有拍過 所以我打算不說 其實我們還在走同一條直街 然後就是宋桂香園 又是另一間很出名的雲南米線 一條街 五間店都是很出名 是什麼玩法 一路直走 就是去到三棟屋村 這裡中間村去 裡面就是三棟屋博物館 很多年前我和阿鵬有在這裡拍過 不知道你會否翻條片 還是勾中間 我們走Catwalk那邊 可以嗎 這間圍村是什麼 就是營 這個就是窗陵 好像應該是來到 我要吃這個 我要吃這個 山蔥拉麵 吃完就發達了 這個 所以我們叫山蔥都會加進去 然後再繼續來 這裡也是紋身小店 但我想先找那個燒賣 它叫小廚燒賣 前面 補開 這間說是燒賣關注組 荃灣雙冠軍之一 最有名的是吃它的辣油 但我網上做研究的時候 它一致 最重點是它很餓 星期一開兩點 現在幾點 美女開門沒有 你想要燒賣 燒賣 燒賣未就完 是嗎 好啊 那我繞個圈再過來 麻煩 她跟我說不好意思 其實她也不錯 好 京方完畢 沒事 我們下去繞個圈 我好像從來都沒有上來上面這層 上面這層都可以一條直地穿過去 就是補習社 還有舊式美容園 超舊式 你看它的雲石 你看它的地下 它是窗寧中心大窗安廣場 這是窗寧中心的窗寧商場 很亂的 這裡其實還有很多間小店是未吃過的 但沒辦法一一試給大家 欸 和食快餐 對上一次我都有拍過的 它是出名吃這個生炸豬扒 就是一些超級傳統 你看到它的自體 舊式的小餐廳 其實你出來這個商場 它的外圍 都有很多間不同的小食市 我們要去的是 還有磚角堅和劉伯 我猜它今天都沒有開 我簡直是神之手 神之語言 劉伯沒有開 這是劉伯 然後這裡就是鑽角堅 劉伯它的甜品和飲料 劉伯這裡 沒有門牌 這裡鑽角堅 它就是西餐 它也挺多人 它是吃意粉食物 Burger食物 但它也非常多人 我們逛逛另一個鬼場 其實它現在是不恐怖的 但它晚上這些行 我會怕我不敢走 是等個燒賣 我們逛了一個圈 它熟未 你從這裡穿過去 就是英皇教育 現代教育的補習社 然後再穿出去 就是打保齡的地方 我看到其他Youtuber 他們是介紹不同的街道 一些特色的歷史 我是用食物去介紹 十八區 它有什麼吸引的地方 真的很喜歡香港 它這條橋可以穿過去熊貓酒店 這是熊貓酒店 這裡是荃灣花園 這裡是脫皮脫骨 就是打保齡的地方 我不知道它收拾了沒有 但它是有一條很舊的鑽 打保齡的 然後浸訊會醫院 我在這裡出生 Hello 十年前左右 二房 瞬間就二房 我想要三瓶燒賣 藥線和冬菇 我們出去找個陽光位置 其實它好就是所有商場 它們是好教式的商場 外面都有一個位置 是呼吸區 然後這裡有一個 43號月台的 我要偷了它 我們要衝 我們要衝 這個是三寶 三寶二十六元 七粒 我覺得有點貴 但它的辣油是非常香 特香 超級香 而且剛才那些老闆娘很愛的傳聞 就抹了它 笑容可稱的依依 然後它這個三寶 但如果你吃它原本的魚肉燒賣 就是十四元六粒 我覺得正常價位 還未去到很便宜 但我覺得是很OK的 吃藥線燒賣 味道 我不知道在吃什麼 有一點苦味 有一點肉骨茶的苦味 有藥材嗎 你吃到藥材味嗎 沒有 方歸 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吃到辣椒油的酥脆 我覺得它的醬油是甜 然後再加上辣油 你看到這個顏色 賞心悅目 我期望它會辣一點 但它的甜有一點中和了 它的感覺 魚肉燒賣 蒸得軟熟的燒賣 我覺得它是靠辣油和甜豉油 吊起味 但三種燒賣我最喜歡是魚肉燒賣 它是舊式YES卡機 可以 而且它這部是有舊的YES卡機 是舊卡機 有沒有一元 我是想有YES卡機 原來燒賣是自製的 自製來講 我覺得也算是這樣的 YES卡機 哇 這是日文 Kinky Kiss 我是Kinky 我一扭出來 是Kinky Oh My God 我中學已經是英文名 人們經常問我 你改Kinky 是否因為你喜歡Kinky Kiss 不是 但是 是 它是黃色的 葉配紋 它有 折磨 它有些歷史 楊千萬 是 按實 這張牌子 真的不懂 為什麼 一人同友 張牌子 曲是謝亭峰 好 好 就毫無醉過 地獄之火 碎了心 什麼來的 低等動物 陳奕術 SS級 但是沒有簽名 舊到 我們在摺椅上拍照 有沒有觀眾想叫 還是那句 寄給你寄給你 好 我們吃完拉麵 因為它很靜 所以沒有特別說 它是什麼感覺 我自己覺得 它是出乎意料地 不是只有樣子 它是真的好吃的 你覺得呢 拉麵要問其他人的意見 它不是我很專業的飯 正常 正常 因為它的面質又不是很特別 是偏彈牙的面質 然後湯就比較清淡 對呀 我覺得湯頭對我來說挺好吃 對我來說 因為通常這些拍照很漂亮 它都不會好吃 但這個對我來說已經算是好吃 對得住它的樣子 對得住它的樣子 即是我想打卡又可以 女朋友來打卡 然後男朋友來吃 都開心的拉麵 還有多少錢 這個麵 我沒有看過 110 即是麵刀80 90 80多元 正常價 但在這個商場裡 有這個質素 我覺得可以 離開了傳風中心 傳風中心 都是我一點點的情意結 今次驚訝我的就是 番薯甜品 美餃也是驚訝我的餃子 然後有拉麵 蔥是非常調和的味道 然後燒賣就一直心心念念 因為燒賣人們對它的評價很厚 但它的辣油是很獨特的麻辣香氣 是自己炒的 老闆娘說的魚蛋都是它自己做 即是它自己找工程做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的 如果你來到 在這裏上一條街買一些民生物 就像我剛剛買了一條麥線 荃灣的另一種風貌的fight 商場 重點是什麼 下雨你都去到 它是全有瓦傘 荃灣是天橋之城 其實如果我們走回去 剛剛地鐵站那邊 是可以沿路再走路德懷也有瓦傘 總結一下 總結完了 記住逢星期四晚上八點鐘 看著阿軒素食香港18區 荃灣區應該還有一兩集就完 你們如果還有其他區 很想知道的話 你就留言告訴我 我也會勤力點回覆大家留言 而我們還會拍了一天 就是觀眾推介 就是把你們留言介紹給我 荃灣還有一個好東西吃的地方 都告訴大家 好 下次見 拜拜